肖骨失败如狗啃 男二次肖骨成功救援 北市一名男子几年前施做下额骨肖骨手术 术后发现下额轮廓线不顺 摸得到锯齿状骨头 右边下额骨脚 疑似切掉太多骨头 造成右耳下额骨轮廓线消失 失去了应该有的轮廓线 于是前往拍摄脸部头骨电脑断层 经觉下额骨线条进成锯齿状 有如狗啃 于是不断前往各种行诊所咨询求助 经过多方比较 这位病患决定将二次肖骨的困难工作 托付给郭金松医师 他其实之前在别的手术 医师那边进行过一次 不成功的下额骨脚手术 因为前一次手术切割的线条 并不是一个好的弧线 所以会造成切割的路线 前后端都有不顺的地方 那这个在电脑断层上面 可以看到明显的瑕疵 那手术完之后 他当然对前一次手术的结果不满意 那他比较过很多医师 也跟很多医师讨论过后 其实其他医师对于第二次手术的掌握度 或许给他的信心不够 所以他最后就是决定在我们这边手术 这位先生他其实本身 对于第二次手术的要求特别高 本身他是做电脑页 所以手术前为了避免重复第一次手术的失败 他其实对于第二次手术他想要进行的下额骨的切割路线 还有他术后希望的弧线 有提供非常精确他想要的样子 那因为他个人的要求比较高 我想这也就是其他医师可能会 跟他讨论的时候会比较保留 让他觉得比较害怕 不想在其他医师那边手术的原因 那这位病患除了左边的下额骨切割的弧线不顺之外 右边的下额骨其实前一次手术也切得太多了 他觉得后面的这个脚变得完全没有 那少了一点男生应该有的阳刚的气息 那这种下额骨切得太多的 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用3D列印模拟去重组 可以提供一个蛮精确的下额骨的重建 那所以他的右侧的下额骨 主要是靠3D列印去把切得过多的骨脚补充回来 左边要重新再切割一次 来达到他想要的新的弧线 病患其实如果前一次手术已经有不好的结果 那也不要觉得没有希望 可以再多跟其他医师讨论 如果说医师对于手术的掌握度是更成熟的话 这些二次消骨去改善第一次消骨失败的方式 其实还是可行的 手术后 病患原本锯齿状不平整的部分 按照术前规划 切下的骨头与术前模拟的大小形状几乎完全一样 右下额骨脚利用3D列印技术重建的形状 也跟病患期待的高度相似 而整体的轮廓线条也进行修整 让整体变顺 此病患对于手术结果相当满意 如果有经过一次消骨手术失败痛苦的病患 不要因此放弃 找对医师进行二次消骨手术 还是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 只要慎选合格的专科医师 并充分与医师讨论评估 一定可以重拾有自信的人生 其实 网路上消骨失败的案例层出不穷 一名貌似隐心吴彦祖的港男 应对少少少的上颚感到不满 到台湾接受正恶骨和消犬骨整形手术 却换来高低不对称脸颊 左边脸凹陷 及牙齿合不起等问题 容貌改变 令他不敢见朋友 情绪大受困扰 体重急跌30磅 原打算接受修正手术 为本港多名整形医生 按于风险过高而拒绝 令港男悔不当初 如果我是女孩子 早就去自杀了 整形外科医生提醒 接受每项整容手术前 必须与医生做好沟通 多方比较 选择专业度 加累积众多案例的医师 才能降低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